范先生把妻子的娘家人请来 本以为矛盾会得到解决 没想到演变成了一场混战 重新回到范家的张女士 和丈夫相处不好 和婆婆水火不容 在这个家里仿佛没有立足之地了 更让她不可接受的是 连她的骨肉至今 17岁的女儿 现在都和她对抗 逼她和丈夫离婚 我说你干嘛不去拿 她就找一大堆的借口 我说那以前的没拿 那都算了 我们进去把这个学期的拿到 你愿意交学费就交学费 不愿意交学费 你自己做零花钱都够了 她后面就说不去 我说你不去可以 我说那你别走我要学费 我女儿她就在外面 她说你自己没什么没酒啊 不会做饭什么之类的 就在那里说 我说你再说 我说你作为一个小孩 你什么资格说真的话 大人之间的事 你少跟我参合 我说你再说 信不信我就打你 她说你来啊 我怕你啊 我们两个就打起来了 然后我婆婆就帮着 我女儿一起来打我 你心里做了一个预设 认为女儿对你的这种态度 是跟公婆有关 有关 因为他们或多或少 都会在我女儿面前 说我的不是 所以你认为女儿和她们一样 跟你是站在对立面的 完全是对立面的 你的女儿为什么会被爷爷奶奶所影响 而不是被你所影响 因为我常年在外打工 但陪在她身边很少 她对你的态度是仅限于 比如说跟公公婆婆事情有关 还是你和你丈夫的问题 你和谁的问题 她都对你会有意见 都会有意见 到什么程度呢 她希望我们离婚 跟她有明确说过 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我是拿着她手机看到的 对 这次我原来发给我的 我也没有按照她的意思 你说好 这一次我回去一定给她离婚 我跟你说没有 那你干嘛就不会指责她一下 你说这那话是你小孩该说的吗 那你既然不说 那你干嘛要答应她 这就是你没有单单的原因 知道不 看这个话 是在你和女儿吵完架之后 发的这个 还是在吵架之前有了这段对话 跟她聊天的时候 她说去年就跟她说过了 显然女儿对你心里 是有很大的怨言的 应该是 你真的认为这个怨言 仅仅是因为来自爷爷奶奶吗 也有可能是因为 我常年在外的原因 你这个常年在外 还是指从什么时候开始 就刚开始我带了八个月 后面就给她爷爷奶奶带 之前有过三年没有联系过 因为那个时候我打算 不跟她在一起了 长期的分居 让女儿对张女婿 没有了情感寄托 从女儿和父亲的聊天记录中 我们感受到 纷繁的争吵 让女儿觉得 妈妈对于这个家庭来说 仿佛是个灾难 她费尽心思 想要排除妈妈 过上平静的生活 为什么女儿会如此怨恨母亲 为此我们连线了 范先生的姐姐 以寻找答案 我们节目继续 姐姐你好 我们是江西卫视 金牌调解 说说看 你看到的 他们两个人 在家里生活这些年 存在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你们看她觉得 她的这个脾气性格 是什么样的 一个人16岁了 17岁的大呢 他一分就不给 也不管人 除了弟媳妇 做得不好的地方之外 弟弟有没有什么地方 也有做得不好的 弟弟叫我们还好 弟弟没有权利 弟弟也没有权利 三个人还一个男孩 家里 他们跟早一样 吃什么东西 特别是我们三个人还 给他吃的 那弟弟是个 什么样的性格呢 弟弟总是怕老婆了 老师呢 他什么事情也做 所以什么东西说了 你希望他们好吗 姐姐也没有直接管 好 谢谢你啊 姐姐 从临庆中 我们感受到 姐姐对弟媳 确实不太满意 对弟弟和弟媳的 未来走向 也无法给出 明朗的答案 那么今天这位 不被全家人看好的 张女婿 她和范先生的婚姻 还有继续下去的可能吗 调解进入合议环节 工作人员把两位当事人 暂时请出了现场 新观察员任建有建议大家 先商讨一个调解方向 我觉得咱们现在呢 目前就要确定一个调解的一个方向 她们究竟有没有和好下去的这个可能 待会儿让她们谈一谈 你对对方就是最欣赏的一点是什么 然后你觉得对方最大的缺点又是什么 女方她的被认同感都是很低的 她找不到存在感 一个人好像装得很强大 要对抗所有的关系 这个其实是一种很脆弱的表现 所以我觉得这个调解的一个点就是 帮助这个女方 让她认识到这些问题 我认为她们之间主要存在着几个问题 首先第一个 沟通问题 女方和丈夫要去沟通 还要和她的女儿沟通 也应该跟公公婆婆去沟通 第二点 尊老爱幽的问题 对老人有些发比较过急 由此她的女儿对她也有看法 这个范先生上面有三位姐姐 都是照顾弟弟的 弟弟可能养成特别依赖他人 当碰到一些大事的时候 她不能够有男人的担当 范先生她其实是缺乏一个 真面回答问题的勇气 包括刚刚主持人问了她很多问题 她没有一个问题是真面回答的 几位老师针对调解的着重点 分别给出了自己的见解 此时 心理咨询师于心表态 她赞成张女士和范先生 继续走下去 我觉得是可以调解的 在18年的感情里真的没有感情 两个人怎么还能将就人过18年 婚姻嘛 最好是有真实的感情 在一起是比较好的 而不仅仅是一个现实的逼迫 在一个点 双方的心理年龄 确实很值得寻觅 直接影响到一开始到现在 她会觉得相处模式 斗争模式 一点是值得分析 合议最后 调解员胡建云的话语耐人寻味 似乎现在确定调解方向还为时过早 我们的调解团队决定 在发言阶段中继续和当事人交流 以寻求答案